第10題 請問池保麗龍球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我們從題目的句章知道 我們放的水是有45毫升 然後我們的水加上我們的保麗龍球 加上我們的鐵塊 有所謂的90毫升 那麼我們如果只有水 加上我們的鐵塊 我們是所謂的70毫升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保麗龍球就應該是 90減掉70等於20毫升 所以第10題問我們說 請問池保麗龍球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我們答案選的是B 20.0